Petis paper 的第十二题 有个Distance Time Graph 就是说 Ada 就由P走去Q 所以它就会越来越远来P 这个就是Distance from P 你看到是不停地提升的 至于Billy 就在跌 为什么呢?因为它由Q走去P 所以它会越来越接近P 那一开始 这个P和Q的距离就是 16km 好了,那Part A就问 Billy是休息了多久 一看到West 就要知道就是去 一个旁边的这条线 就是去West的period 就是这段时间的 1.32分到2.03分 你可以想成 就是63-32 所以 Part A就是 63-32 就是 31分钟 好了,接着去到Part Boy 就问 它们是在哪里相遇 How far How far 相遇 这点是相遇 所以它是在问这个Distance 做这些一定是用 Simular Triangle 我们先拿一条大斜 那这里呢,就 推出两个Simular给你看 就是呢 蓝色和绿色 这两个的 那可以写一些Distance 呢 蓝色 打直 我叫它做S 绿色打直 是12 然后蓝色 打环呢 就是这两个时间 那用回分钟来看呢 它是 要做78分钟 蓝色打环是78 好了 绿色打环了 绿色打环就两个钟 那就是120 所以呢,我们就会用 直除直 等于环除环 S除12 等于78 除120 的策略 那Partboard呢 就 let Skm be required distance 那就是呢 S除12 等于78 over 120 那我计算 S呢 就是叫做 这个的7.8 那所以呢 required distance 呢 就叫做 7.8 km 那 接着去到 Part C呢 他就问 哪个人呢 是跑得 快些的 那叫你呢 去用 FH Speed 那 FH Speed 的公式呢 就是为之 Total Distance 除Total Time 这个呢 就是 FH Speed 的公式 平均速度 好了 那 那我们分别去计算一下他们两个人的平均速度 那首先呢 就是 Ada 那 Ada呢 他就跑了两个钟 那 Total就跑了12km 的 所以是12km 除两个钟 那 那就是呢 每个钟就跑6km 那 那这个就是 Ada 好了 接着呢 就是 还有Billy 那 Billy呢 就由16 跑到2 那就是 他跑了14km 也是2个钟的 那 那就是 7km per hour 那 那因为呢 7km per hour 是大於6km per hour的 那所以呢 或者我直接在这里写吧 现在呢 就是 哪个跑都快点呢 那很明显 是Billy 那我搞定了